最近路透社热点透视专栏主编于果·狄克森 发表了一篇分析中国经济的文章 他认为在当今的中国 太子党官僚阶级以及国有企业的管理层 这些裙带阶层给中国经济 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了非常大的祸害 下面请看专家是怎么分析这个现象的 于果·狄克森在这篇文章中 把在中国存在的裙带阶层分为 在社会经济等级最顶端的太子党 其次是用纳税人的钱 或通过受贿过着报复生活的官僚阶级 以及瓜分了国有企业经营成果的管理层 目前在网络上流传着一个 最新的中国太子党资产排名 排在榜首的是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王军 他是前中共副主席王震的儿子 公司市值7014亿元 第二名是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 中国网通创办人 公司市值1666亿元 此外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 前总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女儿李小林和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 以及温家宝的儿子温云松都榜上有名 如果迪克森在文章中这样描述太子党 他们是重要党政领导人的子女 通过人脉交易成为千万甚至亿万富豪 草岸基士认为 群带关系还会打破贫困阶层 中下层甚至包括中产级层 想依靠公平竞争 靠实力来上升的通道 这与西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经济体制是不相符的 他表示 群带资本主义会对中国的发展造成非常大的阻碍 如果迪克森认为 中共当局其实很了解这些问题 但既得利益者希望维持现状 与老百姓高涨的不满情绪水火不容 那么中共是否会对这些圈内人开刀 以平息民愤呢 草岸基士认为 中国的群带资本主义问题只能靠法制来解决 靠人质很难解决这些问题 因为这个所有这些问题要解决的话 完全要靠这个制度性来解决 当然贸易方面的话 比如说他会拿些示威的一些势力 或者是他们已经下台那些 现在的相关利益来解决问题 但是呢 从根本上解决 我们要提脱于制度性 要提脱于全民的选举 一个民众的公众的那个建筑 谢田和草岸基士都认为 中国的群带资本主义现象的根源 在于中共的独裁垄断 而群带资本主义带来的腐败 导致了巨大的贫富悬殊 而贫富分化会造成群族间的对立 阶层间的对立 将会诱发重大的社会危机 于果迪克森的文章也提到 中国经济中既得利益泛滥 自由言论又被压制 两者结合成了爆炸性的混合物 跟穆巴拉克统治下的埃及相似 而阿拉伯之春的一个教训就是 当民众认为统治者及其亲信 在不当牟利时 他们就会躁动不安 新唐人记者李静 肖宇采访报道